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头驼渊工作室》制作《报效都市爽文》 我的26岁女房客 第21集 焦虑 我负气似的坐回到沙发上 却不甘心 她凭什么一副懒得理会我的姿态 我是穷 是不怎么有出息 但这不代表我愿意用卑剑去成全她的高姿态 既然活着 我还是很在乎自尊的 我真从厨房找了一只勺子 放在茶几上 用手指拨着勺把 弄得勺子像陀螺似的 转了起来 半个小时后 迷彩的房门被打开 她已经换过了衣服 穿着套头的白色珊瑚绒睡衣 向卫生间走去 似乎已经打算洗漱休息 我盯着她看 她却目不歇视 走到茶几前 才想还在转动的勺子看了一眼 然后停下脚步看着我 我则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有发泄似的狠狠用手指拨着勺把 勺子转得更快了 我无聊地举动 让迷彩的脸上 终于露出些许笑意 我却辩不清 这是单纯觉得好笑 还是嘲笑 笑什么笑 刚刚我没告诉你 我要玩勺把吗 我一边说 一边将勺子转得更快 迷彩点了点头 你还真是言人有信 有进步 说完再不多言 向卫生间走去 我斜看着迷彩离去的背影 一巴掌将转动的勺把 给拍得停了下来 片刻之后 迷彩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此时她的头发已经散了下来 发烧有一些不小心沾上的水迹 尽管已经完全卸了妆 但皮肤依旧白皙 吹弹可破 这更显现出她的天生丽质 至少我认识的无数女人中 还真为一个卸了妆之后 依旧如此漂亮的 她继续无视我的存在 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我再次厚着脸皮向她喊 站住 做什么 迷彩不仅言语冷 表情更冷地看着我问 我有点心虚 硬着头皮说 我 我挺无聊的 陪我聊聊天 找和你一样无聊的人去 我准备休息了 我好似得到了特赦令一样 声调都高了几分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现在就出去找乐子去 你可以出去 但是得带着你的行李一起 然后就没有必要再回来了 就知道你会掐着我的软肋 拿不着消遣 说真的啊 我过了三年多的租客生涯 什么人都见过 就是没见过你这么拽的房客 对自己的房东 你就不能客气点吗 我带着不满 再次将房客的称谓 强行安在迷彩的身上 我也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我要是不厚脸皮 早就露宿街头了 这都是被你逼的 我瞪着迷彩 想起这几天的遭遇 心中又是一阵不爽 你不是房东吗 谁敢逼你 迷彩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言语中却满是讥讽 我手指迷彩气得肝疼 你 你 你这毒妇 我说自己是房东 不过是想给自己找块遮羞布 你给我留点尊严行吗 穷人的日子苦啊 活得没幸福感啊 你这样的人放在古代就是泼皮刁民 放在现在就是无赖流氓 迷彩瞪了我一眼 说完不愿意再和我纠缠 转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看着被重重关上的房门 我呸了一声怒道 呸 资产阶级了不起啊 小平同志都说了 中国人民最终是要走向共同富裕的 先让你们这帮提前富裕了得嘚瑟几年 再过几年 你且看我 又在客厅折腾了一会儿 我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关上房门躺在床上 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 心中仍回想着刚刚和迷彩斗嘴的情形 虽然没占到什么便宜 但想到迷彩绷着的翘脸 被气得骂我无赖流氓时 心中一阵暗爽 情绪似乎都不那么烦躁了 片刻之后 竟然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终于没有死在 无聊的折磨中 可能是昨晚睡得早 早上六点我便醒了过来 之后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只是瞪着眼睛 对着天花板发着呆 又不自觉地想到了 方圆和炎炎即将举行的婚礼 心情随之焦虑了起来 我明白 这种焦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这和我即将和简威见面有关 很要命 无论我怎么劝慰自己 似乎都不能泰然处置 再者 我也很好奇 我和简威一样 为对方奉献了多年的青春 我因为即将与她相见而焦虑 而她呢 是否和我一样呢 我没有答案 我不能以自己作为衡量简威的依据 因为有时候 女人区别男人 有时候简威更不等于我 或许三年后再次与我相对 她只当我是个普通朋友 甚至陌生人 天才蒙蒙亮 持续的焦虑下 我不打算再睡 起床简单洗漱之后 准备给自己做一顿早餐 我打开冰箱看了看 前些天板爹带来的咸蛋 还有几个 煮上一锅粥 买上几根油条 还算是个不错的早餐搭配 我去楼下的早餐店买了些油条 又去便利店买了几袋榨菜 回来时锅里煮着的水已经沸腾 将米倒了进去 然后又找来拖把打扫着屋子 一阵冷风忽然从阳台处的窗户口吹了起来 这才发现 原来昨晚我和米采都忘记关窗户了 难怪这个早晨比往常都冷了些 此时秋天已经过了一半 早晨的温度很低 我掖着衣服走到阳台关上了窗户 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也透过玻璃折射了进来 慵懒地荡在阳台下的彩叶草上 好似告诉我 这是一个不错的早晨 为了让自己融入这不错的早晨中 我闭上眼睛做了个深呼吸 渐渐地焦躁的心绪也稍稍安定了些 当我睁开眼 看到了从房间里走出来的米采 他依旧穿着睡衣 神态还处于刚刚睡醒的朦胧中 我手撑着拖把 带着轻调的笑容和米采打招呼 早上好啊 我的女房客啊 米采似乎已经不愿意纠结我强加给他的房客身份 将自己睡得凌乱的鬓发 别再耳后 你一向都起这么早的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